按鈕上去 這個因為之前做過了 我們就直接做完了 OK 所以自己再加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你按一下它 它就可以輸入關鍵字就顯示出來 那按取消 有沒有 比如我再做一次 比如說 找那個文學好了 OK 然後輸入完畢之後 Enter就出來 取消 取消篩選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按鈕怎麼變形 OK 所以如果變形的話 記得取消篩選的時候 主要就是按鈕 請你按Ctrl鍵再點它 點左鍵 這兩個一起選 然後如果你要讓它不變形 很簡單 按右鍵 物件 最下面這個油漆桶 有沒有 物件格式 找到叫摘要資訊 把它改動一下 原來是大小位置隨儲存格改 所以儲存格如果改變 它會跟著改 那把它改成不隨儲存格改變 OK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再去做一個條件輸入的話 那當然應該OK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把它輸入 我要查的 按確定 有沒有 按鈕沒變了 取消一下 好 那基本上當然就可以查 不過你說老師那 如果只是查一個 好像有點不過癮 之前我們是查三個欄位 那如果三個欄位 我如果都想要查詢的話怎麼辦 其實蠻簡單的 不過在做那個後面其他的查詢的話 的地方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有蠻多是可以精簡的 比如說第一個 Range B1點Select 其實它是B1 所以你點Select是動作 Selection是結果 所以其實跟各位講以後 你甚至把B1把它放在Selection就好了 其實它指的就是B1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在B1 所以甚至這個郵標放B1都不需要了 直接怎麼 就在B1上面做篩選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這邊一個篩選 這邊又一個篩選 所以其實這一行甚至是多餘的 OK 所以連B1篩選都不需要 直接就是下面這個篩選就OK了 所以等於你會發現 上面兩行根本是多餘的 OK 直接砍掉就好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我剛剛查詢的時候 錄下來的程式 它會先產生一個叫Active Suite Active Suite就是目前工作表 那跟各位講 我已經在目前工作表 所以我不需要再贅述了 所以呢 比如說你現在在桃園 桃園市吧 你就是直接講說你在內力 中立的什麼地方 那就不需要在哪個工作表 所以目前工程這個可以delete掉 然後呢 這個錢的符號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固定位置的 所以呢 不需要加錢的符號 這個範圍 A1到I的557 後面加AutoFill就可以了 OK 所以最後精簡完之後 大概就長這樣 那你說老師還可不可以再更精簡 其實跟各位講可以 甚至你這個Fill的冒號 等於這個 也可以拿掉 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Fill的指是欄 意思是說第幾欄 因為剛好呢 我們目前查的題名在第幾欄 第一欄是A 第二欄是B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2 所以以後你要查哪一欄 就是這個儲存 所以啊 當然啊 你可以把那個Fill的冒號等於 delete掉也沒關係啦 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不太喜歡太多參數 所以我喜歡把那個Fill的冒號等於拿掉 那你說老師他後面這個 Criteria1 是不是也可以冒號等於 這個也可以拿 沒錯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看起來很礙眼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留下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的話 連這個豆點這個其實也可以拿掉 因為他本來預設就是and的那個查詢 因為只有一個條件 所以後面這個根本不需要 除非說你有第二個條件 Criteria2 不然的話這個也可以拿掉 那也就是說啦 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是根據這個範圍 去做篩選 那篩選在isio裡面 它就是叫做Autofilter 那跟他講說哪一個欄位要做篩選 這個叫包含關鍵字 那所以顧名思義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找作者 怎麼怎麼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改完之後 只要把這個sub到and sub 複製之後貼上來 然後改一個篩選什麼 篩選作者 OK 然後再來還要改什麼 應該可以猜得到 這個範圍OK啦 一樣的 那因為剛剛是這個b欄的 b欄是2嘛 那我們要查作者 那作者在哪裡 作者在這裡 在第三欄 所以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3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了 OK 所以喔 那一樣啦 我們再把那個 作者按鈕做出來 所以篩選提名 我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因為我習慣 直接拿這個來複製來 改比較快 然後把它貼上 貼到下面來 移動它一下 移到這邊 然後並且把它改成右鍵 重新指定一下 它這個就是篩選作者 OK 然後把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然後把上面按鈕名稱 改成叫篩選作者 好 這個時候呢 就是找作者 這作者 好了 比如說姓劉的 好了 有沒有姓劉的 OK 打一個劉的關鍵字 我大概知道 他那個作者叫姓劉 劉什麼 忘記了 好沒關係 打一個劉按確定 你會發現就兩個作者 OK 然後取消篩選一樣 可以共用 OK 所以喔 這個是 同一個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 有沒有 再姓程的 好了 看看姓程的作者 有沒有 OK 按確定 有了 那你說 老師 那如果我要再篩選其他的 可不可以 其實跟各位講喔 如果只要是包含的 通通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但你說老師 那如果是年份的話呢 年份不太一樣 Ctrl-C 我們再做一個年份 年份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不需要 前後的這個東西喔 所以年份 比如說我要找年份 像剛剛我們是 年份是 可是年份 變成說 條件可能就比較複雜 因為他可能大於 假設 他哪個年份的話 你直接就是給哪個年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只要 不用雙引號 因為雙引號是文字 直接給什麼呢 給那個 2010 假設我要找2010 不對 那這樣關鍵字要怎麼下 這可能要下一下 就是想一下說 這個地方怎麼去串 把那個年份的部分 把它串進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 把題名啊 作者啊 其他文字類的 其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